今年中国的春节初一的时候 共产党内部做了一个重大调整 春节联网会之前说 这个小品当中 我们要有几个节目 批评现在社会的 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 咋解决啊 咋解决啊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告诉我 你怎么来解决这个 这么大的民怨 共产党多聪明啊 中央电视台说短时间 第一个要上小品 大肆批评 基层干部不作为 躺平 民怨 做完以后 中央电视台完了 马上中纪委要发文 监察部发文 各省部会发文 坚决反对干部躺平 严打这些不政治风 郑中的洪水 新疆的抓人 病毒 清零 都是基层干部干的嘛 到处飘着四香味 基层干部干的嘛 另外一个话题 咱们面临了个多大的一个挑战 你知道吗 上帝让你面临失去和痛苦和挑战的时候 他从来没告诉过人间 可以利用失去去统治你的同胞 他让你在失去中成长 让你强大 他从来没告诉世人说 失去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权力 得到更多的控制 没有 撒旦都没做到 共产党做到了 共产党说 失去都是那躺平干部的事 基层干部的第一次是谁呀 不一切都听党的吗 一切听党中央的吗 一切听习近平的呢 这怎么成了基层干部了呢 愚昧无知是你失去一切的根本原因 当然他跟随的是懦弱 借口 爆料革命今天干了什么 就是让你找到本质和失去的一切的真相 然后阻止你不再失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